不过说到房市 先前因为供料双涨 再加上资金紧缩 房市买气下滑 当然是有压力的 那么对于很多的小建商来说 真的是看不住 有的倒闭 有的跳票 那么专家也说 如果这个建案一直都还没有盖起来 甚至盖到一半 又盖不下去了 那下一步恐怕会变成烂尾楼 一台台卡车进出工地 看起来和一般施工现场没什么不同 但其实这栋建案命运多舛 板桥这栋预售案 原本规划七十七户 一到两房的产品 而且已经卖出了十一户 但是前一首建商因为供料 双涨不堪负荷而倒闭 害他差点成了烂尾楼 传出这家在地建商先前资金困难 去年发生跳票 遭到银行拒绝往来 近期还被金主控告诈欺 当地居民透露 工地先前停摆许久 所幸有建商愿意接手 近期才重启动工 让下定买家心情大喜散温暖 小建商本身 他的资金的来源比较少一点 那再加上央行有在限缩 限贷 只要卖得早的 可能卖得便宜 那么他营建成本一高 他想要拖延开工 没想到越拖 这个营建成本越高 所以逼得他不得不盘出去 营建成本高涨 加上升息循环 和央行限缩政策等压力 让建案延迟交污 不开工的现象 开始蔓延全台 专家表示一旦未来房市反转 建商倒闭潮 将会有如 茶壶风暴 那因为南部这两年的涨幅特别高 所以呢 小建商呢 他基本上还可以 假如说没有卖掉的渔屋 他还可以再赚一点回来 一旦房价往下走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有烂尾楼出现 过去两年房市旺道发烫 如今却风云变色 专家提醒自住客购买预售屋 要选择信用良好的建商 并且预作升息的支付能力准备 再则有进场 三零星宿宽 李孟山台北报道